大家好,我是风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汉武大帝全传》 贤良科重学时才干,为优秀人才,少年科重德行,为模范人才 贤良科通常只在国家有大事时,比如旧主去世或新主出力或有大庆典、大灾荒等的时候 下诏各地选举贤良,不定期选举,孝连科则定期选举 刚开始时,孝连科并不被郡守重视,全国各郡中竟然没有一个孝子连利被举进京 汉武帝为此十分恼怒,于袁硕元年,公元前128年下诏 要求把举孝连定为郡守考核内容,不举孝便是不奉照,将以不敬罪论处 不查连便是不称职,将出以罢官免职的惩罚 从此,各郡国再也不敢懈怠,查举制度终于可以顺利推行 被举的孝连多在郎鼠供之,由郎签为尚书、侍中、侍御使或外签认县的令、长、成、位 再签为次使、太守等 汉武帝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员不见贤有罪,见贤有赏 使查举制度进一步得到了完善,渐渐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 汉武帝一朝,大体上完成了由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或能臣政治的转变 查举贤良、孝连都是由天子下诏举行的,所以又称为智选 因一切考核科目均由天子确定,又叫科选 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不一平民 不管是智经还是智诸子百家书 只要经过诸侯王、公卿、郡守的推荐 便可被推举,取得入选竞争权 然后经过上层机构的审查,合格者便可被选任录用 汉武帝时,举贤良孝连现为四科 一是德行,二是精学,三是法律人才,四是行政人才 如此一来,汉王朝的官僚机构成了一个德才齐备的强大部门 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4月 汉武帝又增加了茂财一科 因为当时杰出的军事将才魏清、霍区病 及朝中仲臣、董仲书、公孙洪等相继去世 而新选拔上来的官员又经验不足、良有不齐 因此造成了全国大多数官员能力素质下降 国家缺少栋梁之才 汉武帝之所以兴设茂财一科 正是为了选拔特异人才 汉武帝认为,凡要建立不平常的工业 一定需要不平常的人才 有的马虽然骑上他时狂暴踢人 但是他能迟达千里 有的是,虽然被世俗嘲讽看不起 但他能建功立业 对于这样的人才 关键在于如何驾驭 因此,他下令周郡查举才干 足以担任将相 及出使绝远国家的茂财一等 查举茂财一等成为两汉时期一种 不定期的选官制度而流传下来 汉代选官制度还有一种叫征兆制 征兆制其实就是聘人制 朝廷可直接征求召见贤财高士 凡是入围应征的 皇帝要亲自召见 不需要经过测试 便可受职录用 静经为官 当时,汉武帝对人才的征兆 主要有两种形式 个别征兆和普通征兆 普通征兆就是从社会上 征兆由某种特长和品德高尚的人 比如元光五年 公元前一百三十年 汉武帝向各地征兆 明晓当时政武 熟知古代圣王治国之道的人 到朝廷任职 由地方官府供给伙食 并令其随上纪的官吏 一起到京师 元寿六年 公元前一百一十七年 汉武帝下诏 派博士楚大 徐炎等六人 巡行天下征兆 推举特立独行的君子 到皇帝寻寿所在的地方 这种征兆通常一次不止一人 可能有几人 几十人 甚至更多 皇帝亲自面试被征兆的人 了解其特长 智趣 然后授予其官职 各别征兆 是指征兆有特长之人 如梅成 梅稿 司马相儒 鲁申公等人 就是如此 此外 还有太学养士制 公车上书制等 一系列的选官制 太学养士制 是通过国立太学 详言天下之事 选拔培养郎历 是一种教育 与选官相结合的制度 公车上书制 是指立民可以乘公车 直接到缺下 上书严实义政 有特殊才能的人 还可以直接上书自建 朝廷从中选人才 不必着用或适用的制度 汉武帝对立民上书极为重视 立民的上书 质朴 直白 能够真编实弊地 提出朝廷中存在的问题 汉武帝在宫中设置了专门机构 以接待这些立民上书 此事由畏畏一级的 公车司马令受理 有时汉武帝 还亲自召见公车上书的人 通过公车上书 汉武帝掌握了许多隐秘的下请 加强了与陈明之间的联系 并且发现收罗了许多优秀人才 如东方朔 主妇眼 朱买臣等 贤臣都是这样挖掘出来的 此外 还有一些精通医、补、英律、立算、方术方面的人才 查举、太学养世 是汉代常规化的入世之道 查举侧重选举与考试 太学侧重读经与考试 能够择优选官 但是这两种制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那就是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上太学被查举 这样就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而征召制和公车上书 恰好能弥补查举与太学养世制度的不足 在汉武帝的选官制度成行完备后 任子制与资选制被淘汰出局 查举制中的贤良和贸财义等 成为狼利的主要来源 这些贤良官员长期接受黄泉的熏陶与培养 对黄泉产生了绝对的忠诚 汉武帝根据自己的需要量财录用 派他们去中央和地方官府任职 为至高无上的黄泉效劳 有效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及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 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比如经济学家董仲书 政治家主妇衍 文学家司马向儒 军事家魏清 加上公孙洪、韩安国、郑当时等 共同构成了牢固的 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机构 出现了汉之德仁、余姿为圣 新造工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 新盛局面